面色阴沉的男人直勾勾的盯着美女收费员 小美认为自己被骚扰了 因为这个男人今天晚上一直在附近窥视着她 男人转身回到车上 小美以为她只是认错了人 不料朝外面一看 男人竟然又回来了 她拿着一把50米的大刀 等小美逃出去49米后 一把将她扑倒在地 男人分开小美的腿 在她大腿上割了一刀 然后用力击打她的头部 让她彻底失去反抗能力 小美绝望地躺在地上 看着男人举起刀 幸好警察及时赶来 开枪击倒了男人 事后小美从收费站辞职 和闺蜜一起开了小店 这天小美拿出一张全家符 告诉闺蜜照片上的人 是她多年未见的亲生父母 小美是被阿姨抚养长大的 在收费占预洗后 她在阿姨的遗物里 找到了这张照片 照片上写着她的曾用名 居然就是小柔 看来那个疯男人 应该和她的父母认识 疯男人袭击她的原因 应该也和父母有关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她决定去照片里的地方 调查一下 闺蜜觉得有点闷 就先出去透个气 小美忽然感觉大腿一疼 发现她的伤口里面 似乎藏着什么东西 她把那东西拿起来一看 竟然是一张 写着咒语的纸条 她虽然看不明白 这到底是什么咒语 但隐约觉得这张纸条 和那个疯男人 以及失联多年的父母有关 当天晚上 她就带着闺蜜前 去寻找疯男人的村子 深夜的公交上坐无虚席 后座的老人突然咳嗽一声 小美以为是他们吵到了老人 没想到老人 却说这辆车上有很多灵体 她咳嗽是为了提醒灵体 不能骚扰人类乘客 老人是一名大学教授 精通多种外语 小美听后拿出纸条的照片 老人一眼看出上面的咒语 可以使人不受邪灵侵扰 只不过纸条上的咒语 应该是一个很邪恶的人写的 小美没有对老人说实话 毕竟对方只是个陌生人 小美和闺蜜坐了一夜车 天亮后又换了马车 历经周折之后 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马车夫将他们送到村长家门口 村长的母亲看到他们 质问他们是来做什么的 二人声称他们是学生 正在写关于皮影系的论文 听说村长精通皮影系 所以专门前来拜访 幸好小美的父母 在这个村子里生活过 小美根据照片 找到了那座破败的房子 院子里虽然杂草丛生 但是有一条隐蔽的小路 看起来时常有人从这走过 二人顺着小路来到屋里 看到了一句大的浮啸像话 小美对这幅画完全没有印象 不知道画上的人到底是谁 家里的所有家具 似乎都没变过位置 看来小美一家搬走得很仓错 在房子里探索的时候 小美找到了很多老照片 这些照片全是父母的合照 没有一张上面出现了小美的身影 小美不仅有些失神 她忽然想去看看 父母有没有葬在村里 于是就来到了村里的公墓 经过一番寻找之后 他们找到了小美父母的墓碑 但更令人在意的是 这片公墓里的其他死者 绝对多数都是连名字 都没有的孩子 还没有寻找到线 还没有寻找到线 这些名字 还没有寻找到线 这些名字 这些名字是哪儿 为什么要寻找到线 这些名字是什么